很多人可能以為 捅哥對電動車沒有什麼興趣 因為畢竟捅哥是年紀比較大 可能比較老派的想法 但是捅哥並不會排斥電動車 因為電動車我們也知道 現在這個電動車技術已經跟 當年的技術是不一樣 捅哥也曾經在賽道上開過Tesla 今天在試的就是最新的Tesla Model S P100D 那開起來什麼感覺呢 其實真的它開起來 因為它的懸吊是氣壓懸吊 雙A背後面多連桿 其實它的系統很像賓士的S-Class 感受上就像開了一台沒有聲音的S-Class那種感覺 舒適性更好 因為沒有任何聲音 然後它的重心又很低 所以你並不會覺得是開了一台很大的車 沒有變速箱聲音 沒有引擎聲音 沒有齒輪的聲音 沒有尾牙聲音 什麼都沒有 就只有一點點的輪胎聲 聊這部車的時候好像我沒有在開車一樣 你知道嗎 我雖然有轉方向盤 可是其實我就也可以想像 我是坐在家裡的沙發跟大家聊天 這種感覺 這麼的安靜寧靜 譬如說我打到空檔 你根本不知道我打到空檔了 你知道嗎 因為它的這個撥桿的方式 跟賓士的雨刷很像 然後跟賓士的排檔桿也很像 可是賓士的排檔桿是比較上面 所以我會下意識去撥一下雨刷 結果是撥到排檔桿 結果我們就進入了N檔 可是N檔呢 沒有感覺 你完全不覺得有N檔 下山的下坡的煞車力道 是來自於馬達的回收 但這一點蠻像引擎煞車 其實這一切 就是如果你沒有開過電動車的話 這會給你一個非常不真實的感覺 你跟你之前不管你開多少車 跟你第一次開車 這都是一個全新的體驗 那我們現在來講一下它的操控感覺 首先你就知道這部車的重心是很低的 因為它所有的電池都是在腳底下 然後這是最重的地方 包括它馬達都非常的低 所以你在轉彎的時候 是沒有感覺到一部車很大的晃動 配上它的雙A背跟它的懸吊 基本上它是平平的 一直到你要減速的時候 你才會覺得說這個重量還是在 畢竟它是一個兩噸的車 那轉彎呢 它是沒有側傾 沒有聲音 甚至於沒有路感 在我的方向盤這邊 是沒有任何的感覺的 這個回饋的感覺 什麼叫沒有回饋的感覺 就是我們平常轉彎 就是你會覺得變速箱在檔位會hold著你 或是什麼有各種的機械的回饋 在這支方向盤上都沒有 我甚至於覺得它比那個邏輯的方向盤 邏輯的方向盤它至少還會推回來對不對 這個沒有 這個就是基本上你轉多少給多少 然後它是有重量的 我們現在是放在標準 即使放到跑車 它會變重一點點 可是你的這個回饋還是一樣 那我們你看我這樣打方向盤 車子是沒有 不會 它車子還是很直的往前 有沒有 有沒有 你 因為它的重心很低 所以我即使搖著方向盤 它的車子也不會這樣很大的晃動 這個就是低重心底盤的感覺 這個油門就更不像一部普通汽油車 柴油車油電混合車的那種感覺 它喔 統哥覺得這個右腳呢 好像踩在快速前進的按鈕上 你懂我的意思嗎 基本上呢你在彎裡面你只能含著它 然後你看到油門 你看到一條直線之後呢 你只要一踩油門 或者說我們應該說一踩電門 你就馬上快速的到下一個景觀 所以你只要踩煞車 然後呢 過彎 然後你在 然後出彎的時候呢 出彎的時候你看到直線 你就 它就 它又到了下一個彎 這中間的直線呢 基本上都是快轉而過 如果你從後面的攝影機來看 你就看到就是突然間的快轉 就突然間已經到前面了 這個快的感覺呢 跟統哥開了一些快車 感覺是完全不一樣 因為基本上呢 你就是轉 然後咻 到下一個彎 然後轉 然後咻 到下一個彎 那在車子的操控方面呢 我只能跟你說 你要把你以前 所記得的任何一個東西都忘掉 因為它不是那個感覺 它的 比如你進彎之前呢 你就是要殺到 你想像可以進去的速度 因為它 它的輪胎的這個反應 也是沒有透過方向盤來跟你說 我到極限了 基本上呢 它就是 你感覺到它還是很平順的這個切彎 但是呢 你會感覺到有一個重量在那邊 所以 你不能說 就是無限的 殺進去 像一部這個輕型的快跑車 而是一個 很低底盤 可是 它真的是一個蠻重的車 但是呢 不管你 過彎速度多慢 等你過完彎呢 你只要 你只要一踩油門 你剛剛損失的所有的速度 在彎裡面的速度呢 完全它就還給你 這個真的是一個 這個直線的殺手 那彎道裡面 其實它的極限還是很高 畢竟它的輪胎 配的是 Continental Sports Contact 或者是米其林的 PSS 它們的過彎 它們的濕抓 都非常的好 你看 在過急彎U-turn的時候 你只聽到輪胎叫聲 可是你沒有感覺到 車子有任何的滑動或推頭 它基本上就是靠它的 這個四個馬達 在控制你的輪 這個車子的動線 所以你完全沒有辦法去 評估 用你以前開車的方式 去評估去體驗這個過彎的體現 你要重新調整 你腦海裡對於速度 過彎還有動力的要求 這個都是 完全新鮮的 完全沒有體驗過的 這也真的就是 我覺得下一代的交通工具 擁有擁有的駕駛樂趣 擁有的駕駛樂趣 其實Tesla不是想要 交給你一台操控的機器 而是提供了一台超過超跑的加速性 卻同時擁有像S-Class一樣的舒適性跟實用度 對桶哥而言 這就是下一代的交通工具 而它現在就可以交到你的手上 喜歡桶哥節目的朋友 記得要訂閱我的頻道PIT63 而且打開小鈴鐺通知 這樣就可以有最新的節目通知喔